两位好 老师好 今天来的诉求是什么 如果少南有心跟我走下去 我希望在北京把房买了 希望男朋友能买一套房 那小南呢 如果说他非要买一套房的话 我们只能分手 当然我最终的希望还是他不要跟我分手 所以你现在的意思是买不了房是吗 对 你准备在北京买个多大的房子 我们也没什么钱 但是我认为在北京应该有个窝 四五十平吧 我想就够了 你想四五十平的房子 你等我说完话好吗 因为我在北京一直都给租房子 我就觉得在这个城市我像个寄居蟹一样 这种生活我真的受不了了 就是感觉漂泊不定的 没有一个家的港湾的感觉 对 一直都在流浪 你是外地的女孩是吗 是来北京工作 所以才住在北京 那小南 你也是外地人吗 对 我们两个家是一块的 现在也是在北京工作 是的 你不会有一种漂泊的感觉吗 你没有想买一套房子在这个城市找那种家的安全感 我也想过这个问题 但是怎么说呢 北京的房价太高了 就像他说 就算一个四五十平的房子 也要一百多万 我现在才二十多岁 我根本就买不起这套房子 首付我也付不起 我又没说完你一个人买 我愿意跟你一起来还到这套房子 你一直说买一套房子 你算过细节吗 你一套房你在哪买 你要在市里买吗 市里的房子动不动就四五万一平 你买得起吗 你要去郊区买 我朋友就在郊区买房子 你也不是没看见 每天上下班有多少个小时你知道吗 干嘛要在郊区买啊 咱们现在住的地方 我昨天看了 五十多平才八十多万 怎么就买不了呢 五十多平的房子够谁住啊 你以后不要孩子吗 我们还会发展啊 以后我们发展好了 可以换更大的房子 那以后 那你既然说以后了 为什么不能再等两年再买房子 你为什么现在逼我买房子 我现在没有钱 我拿什么买房子呀 我就想要一套房子嘛 我就是渴望有一个家而已 这种生活我真的过够了 没有人说不给你家 我给你个家 现在不就已经有一个家了吗 租的房子怎么了 租的房子不好吗 是 你嫌以前的房子差 住楼要天天走楼梯 那你走过吗 哪天不是我背你上楼 我后来努力了 我现在给你换个电梯的房子 你还想怎么样 你现在又要买房子 租的房子跟自己的房子一样吗 你现在遇到的问题就是 如果男朋友没有钱给你买房子 你们就要分手吗 你到底是要房子还是要爱 你自己想过吗 他现在还那么年轻 我必须得为自己以后做打算 我没听他明白 他年轻跟你为自己今后做打算 有什么关联吗 我今天都26了 就算过两年结婚 我都28岁了 所以你是希望这个房子买了之后 能给你一些保障是吗 对 我觉得有房就有保障 为什么你会觉得有房子就有保障 你们俩现在没有结婚 他买这个房子 你希望写谁的名字呢 当然是我们共同的了 那如果有一天你们俩分手了 他把钱分你一半 怎么办 这个保障在哪里 我觉得即使他有一天背叛我 我觉得他有一些安慰和补偿吧 一个20岁的小伙子他说的特别坦白 就是我没钱 然后咱们就说他有钱 我也不知道这房子你买来到底是干嘛 你能安慰得了谁 我觉得你的想法的话 就说这个房子起码我踏实 我有安全感 对吧 然后但是真就那么踏实吗 20岁的小伙子 他连婚都没法接呢 怎么样也得22以后 这婚才能接得上 那这会的话你们俩买这房 这算是婚房恋爱房 名不正言不顺的 然后你就买了之后 它踏实从何而来呢 所以我想如果说 这个感情已经到了 一定要有套房 你们才心里觉得踏实的话 那我想这个感情恐怕 要打一个特别大的问号 所以究竟是感情的问题 还是房子的问题 感情的问题说感情的问题 咱们不扯房子 如果感情出了问题 别说一套房两套房 你就是个发展商 那感情该出问题还是问题 所以我想 大家在这个现场冷静一下 我们想想 今天到这来 向对方彼此要求的究竟是什么 那在这我想对女孩说 如果你把注意力放在 如何经营两个人一起吃苦的幸福上 你不会是现在这么焦虑的样子 所以今天可能到这来 你需要想的是 这个男人 他就是不想离开你 他就是感情上很依赖你 但是他就是不能给你买房子 那么你怎么办 是留还是走 这是你的选择 但是不要用自己的选择 去压迫别人 我还是坚持我自己的观点 如果他在北京 不能给我买房子 那就非舍吧 1 2 2 3 7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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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